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火花经讲到佛陀的智慧是分成两大部分来说明的 第一个是全法的智慧 第二个是死法的智慧 什么叫全法的智慧呢 简单的说就是诸法因人生 那么诸法因人生呢 是从我们凡夫开始一念不绝 堕入轮回以后开始解释起 所以从诸法因人生的角度 我们是一个业障 生死凡夫 因为我们过去遇到了恶因人 所以从真主本性一念不绝 那么不守自信 多度轮回 那没关系 我家广大种种皆有 佛法有的是功德 所以佛陀从诸法因人生当中呢 开出了五秤的法门 让大家各取所需 你喜欢追求人间的快乐 你就修五界十善 你喜欢追求二秤的涅槃 你就修十地十二一言 乃至于菩萨修六度功德 那么诸法因人生的好处 就是给我们一种充满妄想跟业障的繁复 一个强大的希望 因为因人生表示生命可以改变 昨天的我 透过修学 我的生命有变化了 我的过失 已经减少了 诸法因人灭 而我的功德升起来 所以我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不一样 我已经脱离昨天的身心世界 无印身心了 这个就是诸法因人生的本质 你只要努力 你就会改变 那他的不足在哪里呢 诸法因人生的概念 他不能让你成佛 为什么 因为因地不正 我们看看佛陀的功德 佛陀的功德是永恒的 你没有看到一个人成佛以后 又堕入到繁复者 没有可能 你一旦成佛以后 你是永远的成佛 你的功德是敬畏来寄的 那表示什么 佛陀的功德是不生灭的 好了 从诸法因人生的角度 我们怎么可能从一种 生灭的因地 去创造一个不生灭的功德 这因果不随俗 你今天用米 煮的不是饭 煮出来变成沙 因果不符 所以我们因地的心是关键 你说的 修了三证 五证法 那是一个助言 你今天 你有本事把沙煮成饭 不管你买再好的电锅都没有用 我现在每一天拜三千拜 你也不可能成佛 因为你因地不争 果昭已去 这不是法门的问题 这是心态的问题 所以佛陀一开始 面对我们生死凡夫 出众的凡导 佛陀把成佛之道 把它给隐藏起来 咱们先不讲成佛之道 对我们太遥远 我们先讲讲安乐道解读道 可以 诸法因人生够你用了 到了法皇会上 佛陀认为该讲真话的时候 其实成佛之道 跟安乐道 跟往生之道 并不冲突 你可以同时操作的 而且这种真实的法 对我们的全法是有帮助的 就大白牛车嘛 所以佛陀到了法皇会上 他就不再强调诸法因人生了 就讲怎么样 真如官了 就是 我们今天已经不是探讨 我们轮回以后的事情 现在要探讨就是说 诸位 你从什么地方来 你还记得吗 你还没有轮回之前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本质 什么样的相貌 这很重要 你在轮回之前是什么相貌 你都不知道 你就不可能成佛 这跟休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没有找到一个真实的因地 你没有一个流浪汉 当然你整天去打工 换取衣食 从一年当中追求衣食的 这个饱满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你总要知道 但是你总要知道你在做乞丐之前 你是怎么回事吗 你总要知道你原来是怎么回事吗 你不可能原来就是乞丐嘛 你总有人把你生出来嘛 所以到了专逐观的时候 佛陀就是怎么样 已经不是向外的追求 三法的加持了 而是回观返照 去探讨 你从什么地方来 探本求也 找到我们生命的本质 原来我们是怎么样 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何其自信 本质记住 记住 本质跟修行没有关系 你知道我整天打妄想 你整天打妄想 你还是何其自信 本质清净 你还是何其自信 本质记住 因为真如是超越阴言观的 你知道我很用功 你很用功 你也是清净 也是记住 所以真如观 会把我们找到我们生命的根源 或者说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而这个是最关键 这个叫做理观的智慧 就是从内观照 把我们生命的妄想 跟业力拨开来 看到我们一念心 又清净又记住 这个就是你成佛的正因 这个就是你原来的面目 然后怎么样 信解观照 安住在这里 那么 那一言观呢 一言观是一种祝恨 所以理观是一个正修 那么这个三正法呢 是一个祝恨 所以整个谎话听的修学 就是从理观带动世修 世修当然是佛跟法的加持 那么这个世修又加持理观 形成一种妙法 这就是最为妙的法 就世间上没有比这个法 更加的殊胜了 这种莲花式的修学 内观真如是外修三秤 这种法是最殊胜 这是诸佛密钥之障 佛都不随便先说的 就是形成一种双向的修学 内观外修 那么我们透过内观跟外修以后 不有什么结果呢 就看这一颗啦 就是三藏的转变 第一个到藏先转 你的受用 你所受用的东西 让你感到心无忧恼 感到安稳 第二个 业障改变 你来一生呢 身体健康 富贵庄严 然后再来一生呢 烦恼开始改变了 那么烦恼改变当然是关键 因为转烦成圣 这就是要转烦恼的 转烦恼成玻璃 那么这个地方有四颗 先看溃一的梦入实性相识味 这个内反的相识味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追求的 看经文 若于梦中淡见妙事 见诸如来做失此错 诸比求众围绕说法 那么我们透过内观尊主 外修三称 会有什么结果呢 你在梦境里面会出现什么事呢 淡见妙事 你在梦境当中会经常出现 殊胜唯妙的事情 比方说你看到十方如来 安坐但失此坐 然后呢 为比求众来说法 你遇到佛 法 生 三宝 这是第一个 我们看第二段 又见龙神阿修罗等 树如横沙 恭敬河掌 自见其身 而未说法 接着你又梦到 有这个天龙八部 就是护法尊神 数量很多 像横河沙这么多 那么他对你呢 恭敬河掌 然后呢 你为他们说法 因为梦到这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偶一大师解释 你梦到见佛 文法是上求佛道 你梦到你自己为众说法 是下化众神 这个就是菩提宴 上求佛道下化众神 这个菩提宴已经成就了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其实观照力跟试验力 是相互的辅助的 那么这一段 偶一大师解释 为什么要在梦境里面 去判断 判断你的修行的功力 它是这样子 我们内心的活动 梦心 就是做梦那一念心 是很特别 第一个 它是读头意识 它不跟前五十活动 它是单独活动 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 你还听得到声音 那表示你没有睡着 那你这个不是梦心 还是解醒的心 梦心的定义就是 你前五十要停下来 你耳朵听不到声音 眼睛也看不到东西 叫独独意识 独独意识就是说 它不受外境的干扰 外境好坏 不会去干扰你内心的活动 这第一个 它不受外境干扰 第二个 梦心是昏昧暗顿的 所以你很难掌控 你清醒的时候起了一个恶念 你可以透过练佛 持着观想去把它改变 做梦的时候 它出现什么念头 你改变不了 你没办法在梦心里面 去改变你自己 不可能 所以它是不能掌控 那么它又是 不受外境影响 又不能掌控 所以说 你的梦心 是最能表示 你内心的真实状态 你没办法欺骗自己 梦心出别什么境界 就表示你就是这种境界 因为它是不受外境干扰 第二个 你没办法掌控它 所以它是最真实的 能够去表现你的相貌出来 所以在设大成论上说 它说 睡梦未经年 雾乃兮已寝 故事虽无量 设在一刹了 它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我们结果 这个做梦从小时候做到大 我这一觉睡 我梦了三十年的事情 但是醒过来的时候 可能我只睡了十五分钟 醒来的时候时间很短 所以呢 整个无量的因缘 就在一念的梦心当中 变现出来 而这个梦心 恰好就是你的 生命的缩影 因为怎么样 你不能对它动手脚 你不能改变它 而且它不受外境的干扰 它是最踏实的 去显现你内心的状态 而你这种内心状态 一出现的时候 表示你即将 正入十性位 它是在十性位 正入之前 它是一种前兆 所以梦是走在前面的 你即将正入的六根心经位 是这么一个情况 梦境判断 好我们看 奎恶的梦入初驻 见到位 这个地方有三段 看第一段 那么你从六根经经位的 相识会开始 不断的理观事就修进去 哦 你的梦境又出现新的东西了 又进诸佛身向金色 放无量光 前面的诸佛是没有放光的 这个是从毛细孔放无量光 那么照于十方世界 而且呢 以清净的凡音演说诸法 这个也是说法 但是这个所夺说法的时候 是放光的 看第二段 佛为四众 说无上法 见身处中 何掌在佛 闻法关系 而为共养 得陀罗尼 正不退至 佛知其心 深入佛道 那么 佛多在说法的时候啊 有一个关键字啊 就是 见身处中 前面佛多说法的时候啊 我们梦境里面啊 我们并没有融入佛多说法的 那个场景 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场景 为天龙霸佛说法 但是到见到位的时候不一样 佛多放光说法的时候啊 你是身处其中 而且你啊 对佛多是合掌战佛 听到佛多讲 以佛称的妙法 心生欢喜 而做种种供养 当下得陀罗尼 陀罗尼啊 是一种很高深的智慧 我们一般修学啊 水平最低的就是禅定 那是通以外道的 因为禅定是有定无会嘛 那么比禅定高一点的 就是三倍 三倍里面有关会 但是主要就是空性的智慧 那么陀罗尼就不是啊 陀罗尼他有空观 假观中观啊 陀罗尼 他的境界比三倍更高啊 而且陀罗尼有一个好处 他不退传 他一得到以后 这种智慧永远不会退伤 这种只有出地以上 他有陀罗尼的 就是 陀罗尼就是 禅定跟中道智慧的结合 就是陀罗尼 那么正德三不退 魏不退 魏不退 席不退 恋不退 那么佛陀的应知其心 已经成功的 升入 佛陀的中道智慧了 因为怎么样 因为你已经身处其中 这第二段 看第三段 极为受祭 成罪正觉 如善男子 当于来世 得无量智 佛之大道 我苦严禁 广大无比 意犹事痛 何感听法 这段就讲到 门佛受祭 那么建道位 已经分破无名 分射法身了 所以佛陀为他受 应生祭 应生佛祭 他怎么受祭呢 他说如善男子 你在未来 几节的时间当中 你会成求佛陀的 无量智 无量智当然包括 全智十字 这个就是佛陀的真实 的重道智慧 你不但有这个智慧 你还能够成就 国土的庄严 也包括正报的庄严 这个庄严特别的 广大无比 而且你有你相应的 世众的建属 来听你说话 那么你能够梦到 这个境界出现的时候 就表示你即将 正入原教的出租 建道位 这个建道位是 关键位置 诸位 你看小镇的建道位 出国 大镇的建道位 出地 严教是出租 当然小镇比较简单 因为小镇的道 他的道比较简单 他的道就是我空 他说无常无我观 第一个建道的道 就是我空之分 那他这小镇 对小镇来说 他建道位 那么原教的道就比较深 他的道是关心 他是极空极甲极中 他要知道达望等公私生 没有表示清静跟记足 这两个道都要同时贯道 所以这个时间就比较长 这个建道位就出租 这个时候为什么叫住 古德说因为他住于佛家 继承家业 但是不再流浪 他的心 不像我们整天在旺边 跑来跑去的 他心中有一个 严满的真主的家 他住下来 这个是建道位 我们看奎山 这个讲修道位 就是出租以后 从二租开始 到十行十回向十地等绝 这个地方我们看经文 建道位是成就了玻璃道 那么从出租以后 后心开始进入方便道 方便道就不可思议了 我们看他怎么不可思议 又见自身 这都是在梦境 在山林中修学善罚 正诸十项深入禅地 我们前面看到的 不管是相思位 不管是建道位 这个人基本上都是在 上求佛道 就是学习的为主 那么到了方便道的时候 不一样 他是真正的 从空出家 广奢方便度众生 因为他已经见到 所以他一方面 他梦到在山林当中 修习六波罗密 这个六波罗密不是一般的六波罗密 那是称性己修的 那是真正的一切向 修一切善 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修德 那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在修学善罚的时候 他同时能够怎么样 正诸十项深入禅地 就是他在利他的时候 他的道业同时在增长 这个是真正意义的 极空极甲集中 真正意义的 我们一般人是把极空极甲集中 是关心 但是他那个极空极甲集中 道的方便道的时候 他不是只有关心 他表现在身口意都是空有无碍 他能够无助 又能够身心 那身心的时候 他在度终身的时候 他的实相的智慧 禅定的智慧又不断增长 这是不失意境 那么到了等节后心 就修到位的最后一关的时候 他见十方佛 这十方佛不是可以随便见的 这不是见一尊佛 见到十方诸佛现前 干什么呢 灌顶寿石 灌给他法王子位 就是证明你已经即将成佛了 因为他已经进入等节后心了 祝金刚义定了 要成佛之前的潜衣岔罗 十方诸佛一定会出来跟他证明 就是你即将成佛了 这个就是到了等节后心了 见十方佛 那么这个梦境一出现 就是你进度修到位的情况 好 我们看最后的梦境出现的时候 就是圆满的佛果 看经文 诸佛身金色 白浮相庄严 文法为人说 常有是好梦 那么你圆满成佛以后 表示什么 我们英帝的时候 花的菩提愿叫做 上求佛道是下化众生 所以我们英帝有两件事要做 一个是清静十方诸佛 第二个是同时到十方世界 广度众生 往前善演 成佛以后 你上求佛道的功课圆满了 所以你成佛以后 你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广度众生 你没有什么上求佛道这件事情 那么广度众生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就是献硬发生的佛 献佛生 什么佛生 诸佛生 是百福相庄严 献佛生是不容易的 硬化生是很难成就的 第一个你要发运 第二个你要修无量的行径 满你这个运 第三个你要等待 跟你有缘的众生 他善根成熟 比如这是他要做你的弟子 他善根不成熟 你还不能事献成佛 八强成道 所以当一个成就法生的功德 要变成硬化生的时候 你有两种选择 你献佛生 第二个献九戒生 献佛生是很困难的 很困难的 就不是你要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做很多的准备 你还要等待 跟你有缘的众生 善根成熟 他要懈怠 你就得再等待下去 那么第二个比较容易 就是献九戒生 那你随时可以做 你可以随时变迁一只鹿王 到神灵当中 号召你的弟子建属 然后带他们一起成长 你也可以变成一只蛇王 当然你也可以成一个菩萨 来扶持其他的诸佛 那么文法为人说 文法为人说就是 你献九戒生 你可能是亲近十方诸佛 去听佛的说法 你也可能变成一个菩萨生 为人说法 这个文法为人说 就是献九戒生 总而言之 常有是好梦 你要么变佛生 百福庄严相 要么变成九戒生 文法为人说 这是总标 我们看下一段的别名 看经文 幼梦做国王 舍宫殿眷宿 及上庙五欲 行异于道场 在菩提树下 而处狮子座 求道过期日 得诸佛之志 称无上道义 起而转法轮 为四众说法 经千万一节 说无肉庙法 度无量众生 后当落叶白 如烟尽灯灭 那么前面那一段是总标 这段是别名 这个别名这一段 主要是讲到 献佛生的情况 就是百福 相庄严这一块 那么如果你献的是佛生 你就有四种相庄分数献 第一个出家相 那么出家相是怎么回事呢 用梦做国王 舍宫殿建树 及上庙五欲 行异于道场 并化生的时候 他一开始一定是 事先一个凡夫 他不能一出生就一个佛所 不可以 他有一个过程 因为你既然是来到人世间 你要事先等同凡夫 你要有童子相 出生相 甚至于纳妻生子 最后体悟无常 再出家 而这个时候最后一生 他一定是大富贵相 只有两种情况 只有两种情况 你要么做国王 要么做太子 只有两种情况 那么你从无常的智慧升起的时候 就舍弃宫殿 舍弃建树 那么到了一个修行的道场 这第一个献出家相 第二个献成道相 那么出家以后 你可能去亲近一些外道 因为那个时候佛法没有出现 佛法就等你来说 所以你可能亲近很多外道 修禅定等等 到最后 你会觉得它是不圆满的 不管禅定苦闻都不用 你自己走到菩提树下 那么安坐师子坐 那么这个时候 靠你自己内心的无师自自然自 因为没有人可以跟你开始了 这个时候佛法没有现前 那么在七日当中 你自己一念的相应会现前 正得中道的师自 这个就是成道 成道以后呢 开始说法 成无上道语 开始从法座而起 转四地十二印也六度的法门 为四中弟子说法 经千万一节的时间 说五落的妙法 广度跟你有缘的众神 最后入灭 入灭下 那么一期的教化结束以后 进入涅槃 身心消灭 入五一涅槃当中 这个就是 这个梦境就是 就是提醒你 你即将成佛了 入这个庙节位 这个梦境 欧益大师说 其实它有两个内容 如果这个梦境出现的时候 它是你的过去的场景 因为你曾经发生过 这个人你熟悉的 这个环境你也去过的 那这个梦境对你意义就不大了 那只是一种你的习气种子显现 如果是过去时 如果这个梦境 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人 这个事情你从来没有做过 尤其你现在又在修洗一个法门 比方你在送娃娃丁 你在拜灿 那这个梦境就意义重大 因为它是一个未来式相应 未来式相应 就是这个梦境 我从来没有去过 这个人我也从来没有见过 那它是跟未来式相应的 往往是一种极凶的先兆 所以我们前面在讲 忏悔法门的时候有说 你忏悔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梦境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 你忏悔干净了呢 佛菩萨又没有现前 你比方说你忏悔到 你在梦中排出污秽的东西 或者洗澡 或者你发现你的身体 是轻飘飘的 在空中里面飘来飘去的 这个都是好 当然最好是见佛 见佛 文法是最好的 见到三宝 其实我们净土中 一知十日 除非你真的成就 禅定三昧 你自己在三昧当中知道 否则都是在梦境里面知道的 你看看净土圣弦路 很多都是在梦境里面 见到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跟他说法 我的梦到莲花 他大概知道 他的净业成就 所以这个梦境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跟过去是相应 那这个意义就不大了 那就是真的是你 日有所事 月有所梦 这个是你的习气宗旨 但如果他的梦境是 意测未来 跟未来是相应 那这个梦境你就要注意了 可能是好 可能是坏 坏的是什么 比方说你 你梦到你从山头掉下来 空中往下坠 这个就不好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烦恼要转之前 菩提要成就之前的一个征兆 好 我们看更三的总结法意 看经文 若后恶事中 说是第一法 世人得大力 如上诸功德 佛陀说 在末法时代 你能够依止前面的第一唯妙法门 就是内观真如外修三秤 礼观世修的交互作用 这个人将会很快的得到广大的利益 如前面所说的 诸多的功德 好 那么这个基因门讲完了 我们看副表 看副表第33 我们用佛陀大师两个祭壮 把这个基因门做一个总结 这两个祭壮 一个是来自于信节品 一个是来自于药草义品 那么整个基因门当中 我们可以规范到第一个信节 信节真如跟观照真如 我们先看第一段 看这个第一个祭壮 好 请合掌 以信节 刻作从来非见人 分处未尽自离今 缺连五十余年别 此日相逢 绝被亲 那么我们没有写法华金之前 我们只能够根据诸法音源生来修学 就是我现在是一个不好的音源 我现在开始觉悟的时候 每一个人开始学佛的时候 都是进入的一个堕落 业力跟妄想 一个展览业 所以我们在求是怎么样 一开始是归 是祈求三宝的加持 那么在三宝当中打工啊 每天办一餐啊 职业 这叫什么 客座 我们认为自己是外人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 一进入三宝就敢说 我跟佛多是一家人 没有人没有人有这个 除非六祖大师啊 没有人有这种智慧 所以我们总是觉得 我业障深重 我来到三宝当中 三宝是高高在上 我呢 是滴滴在下 那么我是一个客座的贱人 那其实不是 从华金来讲是不是 就是其实我们是一时的流浪 一时的离家出走而已 我们只是回到原来的家而已 所以客座从来也非见人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流浪生死呢 这个从阴言观说起来 愤处未尽至迷津 怯怜五十一年别 一个人会流转生死 其实你要说妄想跟业力 这个是资末的问题 就是我执跟法执 根本就是执着 所以你看 你要学为师你就知道 临终不怕你打妄想 你打妄想怕什么 但是你这个妄想产生执着 完了 就带有执着的妄想最可怕 就是你对这件事情 特别耗耀 硕硕现行 深深耗耀 就是一般的妄想 根本不是你佛号的对手 一般的妄想 你佛号生 妄想不生 说的就是一般的妄想 但是有一种例外 有一种例外 有一种妄想 会消灭你的佛号 就是带有坚固执着的妄想 你这个佛号 你就不是他对手 所以这个理官 就是专门破这个执着 诸位 理官不是破妄想 而妄想是虚妄的 理官是把妄想 背后那个根拔掉 就达妄本空 就是妄想是不真实的 所以理官是帮助你 把那个妄想 背后的执着拔掉 这个妄想就没有力量了 所以一个人会 轮回就是怎么样 愤处未尽 心中的我法二子的愤 没有消灭 所以就 遭感了 在六道里面 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轮回是这样来的 破我法 这个佛法二子隐身 那怎么办呢 我们看节欠 死日相复 绝被请 直到有一天 你学的花花经 开前显示 会三归一 你才知道 原来我们跟三宝 不断的接触 我们跟三宝 是一家人 尤其跟佛陀是一家人 你一回关缓照的时候 当然你向外攀岩 我们一般人心是有手球 向外攀岩 向外攀岩 那你就是业障深重了 你面对的是 你的无量的过去 留下来的业力跟妄想 但是你要回关缓照 你的本质就出现了 何其自信 本质亲近 本质记住 这个时候你跟佛陀是 站在一个立足点 所以 诸位 你灵命中的时候 到底你是业障深重去往生 还是 你是记住无量的性功德去往生 关键就是临终的时候 你的心是向外或向内 就在这里而已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往生对他来说 还是很容易 他就是念的 临终才念佛 念了三天就往生了 有些人念了一辈子 临终都没往生 从阴言来看 很不公平 但是从理官来说 非常公平 善根不同 善根不同 因为 他的人生临言就是这样 我们的生命体是正忘和和 你最好临终的时候 不要把希望这块献出来 最好不要 你献出来你就很难处理 要自己找 至少麻烦 就是 一定你生死后 你要是回 不断的去追想你的过去 你要去叛怨你的过去 那你就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我后再怎么念都没有用 那你真的是生死业意 那是生死业障身重 因为你去招惹业力 回光缓上的时候 你就是技术无量的性功德 你跟阿弥陀站在同一个立足点 那一令世界就往生 所以他这个成败就在理官 你理官现前 此日相往绝被停 你要是潘言心现前 愤足未尽至迷津 却连五十一年别 所以 诸位 不要小看理官 成败的关键 就是 你到底是业障身重 你还是 兴趣无量的功德庄严 就在一念之间 就是你临终的时候 是向外攀岩 还是向内安住 就这样子而已 因为我们同时 这两个都记住 就在一念心当中 好 这个是信解 这个信解就是说 各位 从现在开始 你要相信一件事 自知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当然我们要相信两件事 第一个相信 从阴言上 我们是一个如梦如幻的业障身重 这个也要想 你不能止理会事 所以我们也要去拜占 持戒 把这个业力 降到最低 这也要相信 但是更重要是相信 你的本质 是亲领 是记住的 是记住佛性的 这个是信解 先相信这件事情 华华精的 言教思想 只能养性 你说我见不到 他是先信解行政 你信解以后 你才有办法征入的 他不是让你看到 你要才相信的 言教思想 全部是不失意见的 不失意见 你只能够佛陀 这么说 我养性 佛陀的真意 就这样子 一个细节 好 我们看观照 这个观照 先核展 我们把它练一遍 二 观照 地域和尘 有二心 根经花果 脉森森 四微中时 缘无别 莫像之条 大小寻 这个根照 的这个寄送 来自奥伊大师 对于 药草义丙的寄送 奥伊大师说 地域和尘 有二心 药草义丙 就是说 当我们在佛法中修学 你不管是修 四地 十二一元 六度 修净土中也好 你呢 就是在大地里面 长出一根草 或者你上根墙 变成一个树 一个草 一个树 那么草根树呢 它能够生长 要靠两个条件 第一个 下有大地 第三 第二个 上有雨水 你要有佛法的滋润 你要有真如的依靠 就是地 大地 就是你的心灵的力量 你内观的智慧 启动着心灵的力量 第二个 雨水 你总要读经嘛 你总要去写法门嘛 修四地 无常无我去调伏 你的见识烦恼嘛 要来自于法语 然后你才能够成长 那么 其实大地 跟雨水是平等的 所以修行的是公平的 我们在同一篇大地修学 我们在同一个 释迦摩尼佛的 雨水中长大 那么同一个大地 同一个雨水 它怎么就培养出 不同的枝叶花果呢 就看第二段 跟进花果慢生生 是为忠实也无比 修行本来很公平 你看你作为一个草 一个木 我们同样的雨水 同样的大地 但是我们过去的根基不同 就这个成败就在根基了 就是 你上辈子是读什么经的 他上辈子是读什么经的 就是你的信仰不同 你看有些人 他什么都不信 他是相信因果 这种信解是从因果开始的 业果开始的 这个人一辈子 他来生只有一种情况 就是成就快乐的果报 不管他修什么法 因为他的本质 就是你内心相信什么真理 这个就是一个因地 就是 你是一个葡萄的种子 你放在一个大地 你就什么以水去灌溉 他只有一种 一种结果 就是长出葡萄 他不可能 葡萄的种子 产生苹果出来 不可能 有一种人是性解空性的 但是过去的三根就是这样 他看到什么都觉得 这个人是没啥意思 无常无我 这个人只有一种结果 只有一种结果 就去向片空裂半 他成佛知道他一定要经过这个过程 他不经过这个过程是不可能的 有一种人直接可以接受法华经 你看有些人一学佛就学法华经 这个人过去就是法华经信学 他就是起跑点比别人快 那么 诸位 我们来到佛教 你的一念心性 本质清净 本质祭祖 他也是本质清净 本质祭祖 我们在同一个大地 我们同一个本师 我们在目前流通的法宝 你也看得到 我也看得到 谁也不会失场 所以我们同一个以水 但是结果根进花果慢生生 你有你的根 还有干的花 就是产生多元化的结果 但是大地的地水火候 其实是没有差别的 以水也没有差别 关键在哪里 我们看第三段 墨像枝条大小熏 同样的以水 同样的大地 有些人是向外攀岩 有些人内观 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出来 有些人变成大数 有些人变成小少 就是关照的问题 所以整个法华经 第一个你要先相信 第二个 你要不断地去 关照它 不是是了解就可以了 有关这个关照 我们把它总结成三点 第一点 就是事前的防患 不叫事前的防护 事前的防护 我们在法华经 讲到事安乐行 就是 理官虽然超越阴言 但是它跟你的身口 也有关系 你的身要保持条逻极境 口业要和和无争 你不要整天 想要找人家去争持 你的理官会破坏的 第三个就是 内心安住 识别善巧 对你修理官有帮助 所以你这个事安乐行 你要给你自己的身口意的活动 画出一条红线 我再讲一次 理事是覆不开的 事修有障碍 一定障碍你理官 你不可能切割了 所以佛陀讲 事安乐行就是 你的理官只能在 身口意安稳的情况之下 才能够成长 所以你在事前 一定要有个防护 第二个 事中的安住跟调虎 遇到事情的时候 要记住一个问题 你如果临终要保持正念 你现在最好就开始 培训你的临终正念 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一念心 遇到外星刺激的时候 马上产生反应 这个是最大的盲点 也对我们最不利的 因为你看到灰尘 马上扑过去 你就完了 诸位 我们无量解主 留下的阴言是太多了 所以 注意 你一定要建立一个观念 阴言是不能处理 你知道吧 灰尘不能碰 我们遇到事情 都开始在论谁对谁错 要落入的业力的 恶性循环 这个是很不利 你这种思考模式 培训起来以后 你就很难往生 就是说 阴言不能处理 那阴言怎么办呢 阴言只能放下 你要体会 你要处理阴言 你就没完没了了 诸位就没完 你的人生的目的 不是来处理阴言的 尤其是你现在的身份 也不是来处理阴言的 等到你成就出地以后 该报恩 报恩 该上讲 发便 射受射受 等到出地的时候 你就有资格说 我要处理我过去的恩恩怨怨了 你可以这样讲 你现在 你现在是什么 你现在是什么水平啊 你怎么可能处理阴言呢 你现在一个生死凡夫 就挑战你的阿赖也是 是吧 所以 对我们来说 实施其佛事 对我们临终是没有帮助的 平常可以了 平常我们尽量善于 到了临终的时候 只能够安住静止 本来无一物合逐的成爱 一定记住 临终的时候不是处理阴言 是放下阴言 放下是最好的处理 所以阴言 不要处理是最好的处理 要懂吗 要说我临终 我就会想到 不可能 你现在不培训 你临终的时候 一定是跟一言碰撞以后 你马上去反应 人家奇怪 所以年轻到人 一定要注意 阴言不能处理 阴言只能放下 所以一定要培养自己怎么样 立项思考 回光返照 就是外境刺激你的时候 你的心不跟外境走 而回过来去安住你自己 何其自信本来亲近 你要观想 我本来没有这么一言 这个就是临终的准备 是逆向的回光返照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记住 安住禁止 而不是去处理灰尘 这是第二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 事后的心胸 我们最好是一天 不管你多忙 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做功课 或者你把华华经听完以后 你只是叫做阶言 你永远活在性节 你没有观照 你听完华华经以后 你来生的跟善哥比别人强 这是事实 那么在观照 我们不会观照 怎么办呢 简单独送 就靠文字 佛朵的文字像是从佛朵的亲近法界流露出来 它每一个字是不争不解的 你不能动的 所以 我们前面的十四品 基本全部讲完了 佛朵的智慧 前法 死法都讲完 你可以开始读诵 先拜二十分钟 静坐 念佛二十分钟 前求止 然后最后二十分钟 诵经 我们现在 学院现在有做读诵版 这个唱诵版还没有做好 读诵版已经出来 我们一定在下礼拜三之前 陆续的把它贴到我们的官网 包括进度教官学院 包括妙法联系学院 那么你透过这个音声 也帮助你社群 我们现在十四品 在前面十四品都做好 异地下礼拜三慢慢贴出来 你可以从音档 配合我们的讲义 那么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个功课 你不能靠一个礼拜两天 来听师父的上课 你就会建立观照 你来听法华经 叫做建立信解 你相信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真理 不能在你的心中落实 就是靠观照 观照跟日常生活的历练 好 那么 我们基本先上到这 休息十分钟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